你每天還是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嗎? 你想要做什麼事卻沒辦法自我掌控嗎? 難道你連你的外在都還要靠別人來決定嗎? 其實你現在想做自己可以更簡單 進到每一代官方網站之後 選取你要的車價款式 這次我選斯特啦 那在風格上面它有三種可以提供大家做選擇 我選斷色系 那顏色部分有超級多可以讓大家試玩 我的主題色當然是藍色 Logo部分你也可以選擇正常的大小或者是放大版 OK我們下單完成之後我現在人來到了美麗達 這個店裡面待會稍微幫我校對一下我的訂單 確認一下我的內容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今天要確認我選的顏色、色管還有尺寸 是不是正確的?我們進去吧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訂單序號傳給店家 要幫我們確認我的尺寸還有顏色這麼確確 這是我的序號 OK讓我們查看一下 對對對就是這樣 我的後面是白色 然後前面是深藍色 那這邊有那個顏色可以讓我確定嗎? 這些顏色呢 這次我選的是這個白還有這個藍色 那我的兩個顏色的撞色系就是用這樣搭配而成 那當然如果你來到現場可能看了這麼多顏色 我好像覺得我在網路上看了這個藍跟這個藍 好像這個又更好耶 在現場還是可以提供大家做一個小小的調整跟更改的可能 那除了顏色選好之外 接下來我們就來確定一下你的車架尺寸 車架尺寸就會量你的跨高、身高還有你的臂長 那這個時候車店就會推薦你 你選的尺寸跟你現在量出來的是不是合適的 如果有不對的話他會在現場幫你調整 OK 牽涉完成 最重要的小紅單已經拿到了 有沒有看到已經轉為正式訂單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耐心等候 大約是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後等待店家打給我再來領車 這次我特別來到了美達的總部 現在身後這邊是核心位置 平常是沒辦法先來拍攝的 我已經在總經理前面跪了三天三夜 他終於同意讓我進來拍攝了 今天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客製化車架到底是怎麼生存的 我們等一下在裡面 我剛已經跟那個塞的偷學兩招了 帶大家看一下 出發 OK 接下來我已經全部武裝了 看到沒有 我要來噴塗我自己的車架 開工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噴漆技巧 行雲如流水的這個手感 來吧 開始囉 還好這邊有這個人性化的冷氣出風口 邊噴的過程 欸 涼爽 繼續努力了 還是交給專業 直接去等待我的車子好的那天吧 我要先離開了 他們想罵我 OK 我們又簽新車了 今天這台車呢歷經了大約兩到兩個半月左右 我們終於從設計 然後到看了它的烤漆 最後到實際把我的東西全部移植過來 終於變成我的新車 這次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的新車有什麼小小的特點 那基本上裝備上面幾乎都是移植我上一台斯特拉的這些裝備 那車架的烤漆呢就是全新的設計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藍色跟白色的這個漸層 美里達也很用心的幫我加了這個有這個Jerry的J的logo 但其實這個在一般客製上是沒有的 那前叉這邊呢也有Jerry的字樣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次我的輪組呢一樣是使用Vision Metron 45的SRL輪組 為了偷輕啦我把這個兩個水壺架都換成TOPIC 最輕碳纖維應該是12克一個 所以是超級輕量 那我這次踏板呢是選用瓦戶的這個棒棒糖 那我的大盤這一組腿組呢是使用Rooter的橢圓盤 齒筆呢我是選用5034的這個齒筆 所以它在騎乘山路的表現上應該會是比較夠用的 這次全套呢一樣是搭載這個Artegra的DI-2 就是12速的這個變速系統 那椅墊呢我是使用Sely Itali的SLR這一張Carbon的椅墊 所以整台車的重量能做的都做了 重量表現我覺得算還OK 整體的車重大約是7.4公斤 非常期待它騎出去的實際效果 OK那我們就出發去騎車吧 在這間這裡是那邊的形狀 就是沙桜的冰濾 可以不要 Sentin 那些是軟地筷子 然後加點這個點 即使成為若筆 加點這個MIT 這個部分可以用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我们成功重新克服了止境之巅战败之路 我身后的这边我们刚刚爬了大概平均16-18%的坡 用我手上这台斯特拉TEAM版的客制化哲瑞Jerry限定配色 成功挑战成功了 这一种一段大约是1.8公里 我们刚刚总爬升138公尺 所以平均坡度是大概12-15%的 我用这台车从头到尾挂到最小档子 我是用50-34配12-34的飞轮 直接骑上来 1比1没问题的 虽然说停下来就马上满身大汗 而且心跳180 那这是我的车子呢 全车的重量大约是7.4公斤 所以以一台爬坡车来讲算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而且在爬这种山路的表现 还是可以感觉到新斯特拉的这种反应很直接的感觉 在抽车的时候是非常灵巧的 尤其在爬这种大山的感觉是特别好 我自己许下一个目标 希望我大概在这两年内 可以把我的五岭成绩再往前推进一些 带着我的新斯特拉 去重新挑战我的成绩 3小时30分再往前突破一点 希望可以再... 好啦!我这次搭载的是Vision Metron 45的轮組 搭配的是ROTA的2-in Power的椭圆功率大盘 爬坡的时候感觉效率是更好的 那我在飞轮呢 是搭配Artegua的12速11-34的飞轮 坐垫呢是使用Sely Italia的SLR探工的坐垫 那我的把手呢是Team SL 就是斯特拉原厂配的这个一体把 骑乘感受 整体真的是非常轻巧啊 接下来止尽之巅挑战失败的路 我就都用这台来克服完成了 当然啦!如果大家对我的车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减重更轻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再升级 让整台车也就会逼近6开头的公共金素 好啦!我是你的家长者 对!这次就是我的全新客制化涂装的开箱啦! 当然啦!大家如果对于这次 每一打客制化涂装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订阅下方的资讯栏连结 连结当中都可以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配色 以及图案的设计喔! 我是你的家长者 如果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准备瞎滑回家啦!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